昨晚一时间节目当中还报道了有一名才上小学六年级的曾同学在上体育课热身跑步的时候突然倒地不省人士最终强救无效身亡 医生初步诊断给出了心源性猝死这个结果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小曾心源性猝死 事已至此家长和校方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记者今天继续调查 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3号下午2点多 当时关栏精英学校六一班的学生正在组织常规的体育课 监控画面显示15岁的曾同学和其他同学一起慢跑进行热身运动 然而跑到一圈半的时候曾同学停跑了三四秒之后再向前走的时候往后倒下 不足200米可能200米左右跑得比较慢 我估计是身体不适 最后跑到最后 监控显示曾同学倒地之后 后方另一个班的同学紧跟着跑了过来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同学和老师合力将曾同学抱起 送至医务室进行心脏按压 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我们在还没有等到120来到学校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发动校车 将这个学生及时的送到了观察人民医院 当天下午的4点55分 曾同学还是因为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院方给出的初步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源性猝死 院方表示这需要进一步尸检才能确定 这个请求却遭到了家长的反对 曾同学至今仍旧躺在殡仪馆里 在殡仪馆还在殡仪馆 从初四那天到现在我们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我小孩算很优秀的 家长对于曾同学的评价同样在校方处得到印证 校方表示身为班长以及体育积极分子的曾同学 一直都是班上的榜样 据了解曾同学出生于2000年 2012年从四川达州转入精英小学 在2013年学校统一组织的广东省中小学健康检查中 医生曾给出全新听诊区三级杂音的诊断 这和他最后的猝死有没有关联呢 如果是发现杂音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做这个心脏必超 做个心脏必超的话 就是确定是这个心理心脏病 还是这个肥后心肌病 还是其他的一些心脏病 如果做到这一点 可能的话 这个把猝死可以降到比较低的程度 那么这份体检结果 家长和学校知不知情呢 被查出杂音以来 又有没有人带过曾同学前去复查呢 对此校方和家长双方各执一词 然后家访的时候也去跟家长说了 说你这个孩子有问题 你要带他去医院检查 确定是说过的是吧 那肯定是说过的呀 只不过我们当时说 没有让家长签名这一个 所以说他家长现在可能不承认 报告每年我们都没有报告下来的 对呀 都没有收据的 你点报告有没有看 没有 他都没跟我下来个报告 买保险 对呀 你现在搞的保险保险 他们也不管 都是记者报道 对呀 但是我数据的 我 我们的想法